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都是高学历人才 然而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陈鸿斌则显得与众不同 身为南京军区某通信训练大队的一名教员 却只有初中文凭 从尴尬于学历太低到自信的走上讲台 如今的陈鸿斌是训练大队的明星人物 能讲解会维修懂技术 几乎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故障 可是谁会想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优秀教员 当年刚入伍的时候 却是一个握汗腔都会发抖的怂小子 我的理想是什么 这好像是从小学最开始的作文题目 1968年 我出生在江苏四虹 那时候 从农村走出来 走向远方 是我的理想 1986年 我参军住成为南京军区某通信团的一名战士 那时能修好谈判的设备是我的理想 1992年 我忐忑走上讲台 成为一名通信维修教育 到时 让学员不打底 听完我的课 是我的理想 从少博根寺的农村孩子 到学区方刚的年轻战士 再到健康四道拐的一级军事长 在我即将告别军理生涯的日子里 我突然发现 我的理想 有了答案 他不在远方 也不在生命中 对遥不可及的地方 他就在我身边 三尺讲台就是我的理想 我是南京军区 我通信训练大队 共同科目教育室教育 一名兵跑在 找理想路上的老兵 我是陈红斌 现在在哪里 去拿心理箱 对 好好好 我再出口就等你 好 这一天 陈红斌在机场 借一位从深圳飞过来的老朋友 王波 一路上蛮累的吧 还好 你找到几年都出来 五点 五点多年都出来 1998年 王波进入训练大队学习 成为陈红斌的学员 也就是从那时起 两个人结下了身后的战友情 如今每逢到南京 陈红斌总是王波要见的第一个人 曾经学习过的训练大队 也成为他们回忆往昔的最好去处 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里收藏着王波难忘的回忆 还收藏着他至今没有解开的一个疑惑 你在当时我们所有教员里面 是最凶的一个 这实在是 2001年 王波退伍后回家创业 在很短时间里 事业风生水起 那时他满怀信心的向陈红斌发出妖精 以年薪五十万元 聘请他作为技术顾问 但是让王波没有想到的是 陈红斌却断然拒绝了 我一直也不能想通 当年我这么高价钱花你 清理过去都不去 应该刚刚起步嘛 对不对 我也急需扔手 待遇也不理 也是向你来说 几十万年薪清理都不去 也没有给回话 陈红斌入伍三十年 从一名初中毕业生 成长为部队赫赫有名的技术能手 像王波这样的邀请 他曾经记到过很多次 但对陈红斌来说 他的选择却只有一个 那就是留在部队 留在他热爱的三尺讲台 1968年 陈红斌出生在江苏四洪 初中毕业后陈红斌残军入伍 成为南京军区第三通信总战 在不搬的一名战士 那一年他十七岁 我喜欢的是 通信方面的这些元器件 我感觉他们有生命迷 所以通信里边的电阻器 电容器 电感器 进气管 集成电路 在别人看来 他们好像 这个名目凡多 但对于我来说 我认为它挺有趣 我感觉这个 我跟他们之间 有种天生的这种好感 虽然没交朋友 但是已经成为朋友的这种感觉 适应部队生活 掌握通信再播原理 陈红斌因为兴趣顺利通关 可是面对交到手中的故障设备 陈红斌却由于缺乏维修经验 常常手足无措 曾经有的装备 因为没有图 一躺三个月 五个月 半年以上 都是有的 在那一刻 你看着你的装备 躺在那个地方 不得要装备用 你修又修不好 那么这就是说 你打了个白仗 面对故障设备 陈红斌打了白仗 为了掌握二十种设备 数万个电子元器件 他必须迎难而上 针对他的这个电路结构 到网上面 到图书馆 去找他的电路源里头 一块一块地把它拼起来 为了攻关 陈红斌的选择是较真和死磕 一次陈红斌参与研发电话检修仪 很快设备主体研制成功 但屏幕显示的一个细小问题 却成了他的拦路户 这个解析仪 开发完成了之后呢 它的基本功能都是具备了 遗憾的就是 当我按下6的时候 它显示出来的是个B 按下9的时候 它显示出来的是个Q 总是在9的下车缺略以后 6的上端缺略以后 这样它显示起来就不美观 在旁人看来 这是并不影响使用的小毛病 可是对陈红斌来说 这却成为他放不下的头等大事 他们说我是处女做的 处女做的人就是最求完美的人 我对我的作品的要求 也是非常扩客的 总是想找到一个最完美的切合点 那时陈红斌已经在赛博班摸爬滚打数月 他满怀信心 主动行营 解决故障 然而几天下来 却毫无结果 情急之下 陈红斌找到老师于宁讨价 可是他吃了闭门羹 尽管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 于宁至今记得 当时冰冷拒绝的原因 我没放弃 因为我觉得呢 有些事情 就是研究的过程 遇到问题的过程 就是收获的过程 然而 关于老师的拒绝 陈红斌却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解 第一次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不告诉我 我知道他是在逗我 他是想让我去学 后来我问了他两三次 他仍然不告诉我的时候 我就有点 从我内心来说 有点不平衡了 陈红斌回忆起当时坚持的原因 只是简单的负起心力 为了不丢脸面 他把自己终日泡在工作间里 为了打起精神攻关 陈红斌有一个熬夜的法宝 那就是辣妹子 煎的红辣椒 咬一口 含在这里 那这个本来想睡的感觉 一下就没了 查资料做实验 三个星期四斤辣椒 陈红斌就是带着较真的心态 攻下了这个 别人看来并不起眼的小故障 攻下难关的那一刻 陈红斌也终于理解了老师的用心良苦 原来在科研的路上 没有所谓的捷径 只有勇往直前 才能披荆斩棘 杀出一条属于四季的路来 他给了我这种 往前克服空难的 这种资助的精神 他逼着我去 去挑战 挑战我自己 才让我后面有能力 碰到空难的时候 我不怕 我敢以面对 一份挑战 让陈红斌赢得的是一份勇气 和独自面对困难的能力 从那一刻起 成为像于宁老师一样的教员 就成为了他的梦想 然而 军旅之路刚刚起步 陈红斌的挑战 才刚刚开始 战胜蒋台恐惧症 他将如何挑战自我 实现三尺理想 公关科研新领域 他将怎样迎难而上 打造军旅传奇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陈红斌 三尺讲台 我的挚爱 陈红斌入门后 对再播专业的兴趣 是更为浓厚 为了取得真经 在部队 他跟着师傅摸线路 跑电路 一双手 经常被烙铁烫出十几个血泡 即便是回乡探亲的时候 他都要利用时间 跑去电器维修铺 拜师学艺 这一切的努力 陈红斌都只为了一个梦想 那就是走上自己 无限向往的三尺降台 1990年 陈红斌考入南昌陆军学院 继续学习再播转业 两年后进入训练大队担任教员 陈红斌用了八年的时间 终于在军营远了自己的讲台梦 然而出上讲台的陈红斌并不轻松 第一次走进教室 我的学生让我感觉太可怕了 我走上讲台的那一刻开始 我发现我的内心是虚的 我的目光跟他们不是交流 而是回避 他们看我的时候 我的眼睛是往我窗外看的 当年作为教研室主任 刘德希旁听了陈红斌的第一堂课 回忆起22年前的情景 71岁的老人依然记忆有心 尽管紧张 但是陈红斌的第一堂课 却是拼尽全力 当他没有想到的是 下课后他遭到了学员的投诉 这个对我来说打击很大 我认为我的课备得很好 怎么会学员会对我这么抵触呢 原来陈红斌灌输式的教学 让学员觉得乏味无趣 门头自问 他给自己找到了开拓的理由 我说我是去上课 我又不是去表演 为什么我还要搞那么多生动的语言 尽管嘴上这么说 但陈红斌心里明白 如果试讲不成功 就意味着追逐了几年的讲台梦破灭了 最终陈红斌决定再播一次 我在想我能不能把这个讲台站稳 就看我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个课备好 陈红斌将学员提出的意见一一记录 空旷无人的教室成为他演练的舞台 其实这四十五分钟的课 我这天晚上已经用了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把它冲突自尾的已经来的七八遍了 陈红斌反反复复的演练 几十页的教案烂书于心 到最后他几乎进入到了着魔的状态 有的时候 近似于痴狂地认为 下面做的是学员 苦练让陈红斌找到了教员的感觉 当他再次登上讲台 一切都不同了 在跟学员进行延伸交流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他们的表情了 他们表情呆滞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没听懂 他们听懂了 联想录杀就是需要融合微笑和点头 电话检论里呢 是在我们电话检求的时候 少用了一些各种意料 它只要有一个 第一个舞台 盛任教员工作 讲台成为陈红斌军旅路上的新战场 然而陈红斌没有止步 他先后编写了三本教材 多次获得优秀教员称号 三池讲台成就了陈红斌的理想 也让学员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老兵风采 我们这边电源客做实验 都比较危险 但是成交员呢 陪在我们身边 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安全感 讲一个小元气件 它给你说的很生动 很灵活 不是说 这不是一个电子元件了 它可以说的很生活化 很逼真 让你越听越有意思 陈红斌做好教员工作的同时 还独立研发 稳压电源 电子舰等设备 委部队节约经费数百万元 并获得全军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两次荣立三等功 2011年 再满荣誉的陈红斌 转为一级军事长 如今陈红斌有跨领域公关电源专业 弥补了南京军区长达八年的技术空缺 回首三十载军旅路 陈红斌培育出五千名学子 与他同时入伍的战士 如今有的已经成为上校 而他仍是一个默默扎根在基层的老兵 对于身份 陈红斌没有计较 因为身边的三十讲台 就是他最看重的 军中理想 这个讲台在我看来 它是有生命的 每一个学员都是我们教员的最美丽的作品 没有它 我不会有我的最美丽的作品 谢谢 我们亲爱的讲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我最快乐的事 就是为了理想而坚守 明年十月份 陈红斌就要退休了 他即将告别热爱的讲台 但是陈红斌说 即便是退休了 如果部队和学员有需要 他会随叫随到 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 他都愿意尽己所能 发挥余热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带您去认识一位 拥有最强大脑的装备 大管家 明天见 最强大脑的快乐人生 小军事网址 最大脑的快乐人生 最低就是 自华跟者